桃園市中立中鎮市場知名 越南法國麵包摊傷爆發食物中毒事件 最新統計在上升 造成五百二十人身體不適 食藥署公布有七件人體檢體 三件食品檢體驗出沙門市桿菌 沙門市桿菌傳染途徑有兩個 包括蛋殼上的糞便 以及環境的病美傳染 像在下蛋的過程 它一樣跟它大便的那個糞口 是同一個器官 你拿那個蛋打了蛋以後 要洗手再去做料理其他食物 食藥署呼籲業者注意食材品質 選用衛生品質良好 吃液蛋或砂菌液蛋 生熟食藥分開 沙門市桿菌最容易滋生 在三個高風險食品中 包括自製美乃滋 沙拉醬 提拉米蘇 味精加熱處理食品 民眾該怎麼留意 小心吃壞肚子呢 在醫學上有個數字 我們叫危險溫度 就借七到六十度之間 容易會有衛生物執掌 要徹底加熱一定要超過七十度 食藥署也提醒 物檢瓶網路推薦作為選擇 依據購買前先觀察業者作業環境 和食品從業人員的衛生情形 針對沙門市桿菌高風險食品抽驗 已經完成十一項的雞茶 有十四項是陸續執行 也因為這次越南麵包事件 提早啟動異國料理餐廳機查專案 針對國內公售異國料理業者 預計查核200家 多重把關下才能讓重盡消費者 嘴裡的食物乾淨又維生 這一維林楊潔陽宗艷台北報導